之前有很多观众在期待这场决赛 因为他们是世界排名最新的一二号的选手 注定是一场激情四射的比赛 手法上也受一些限制 好球张继科侧身 再拉 如果在这个张继科没有在斯洛文尼亚战胜马龙终结他51连胜的时候 整体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张继科和马龙是同一时代的选手 但是张继科从球路上比较惧怕马龙的 确实马龙的这个打法比较全面 很难找到他的漏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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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漂亮 在试图用这个落点来牵制对方 我觉得这场决赛啊 就是也极优化和不同 对如果说是在奥运会中他们两个人能够打到决赛 当然也是我们所期望的 但是随着时间往前推进我觉得有很多的变数在里面 那么首先他们两个人在打好这一次亚洲锦标赛的同时还有三月份的试锦赛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保持好自己的体能不要出任何的伤病 又要保持好这个状态 特别突然 马战术上一定要有变化 漂亮 就是手腕的力量很大 现在 比分呢 打成了七平 马龙连追了四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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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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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这阶段你觉得张继科是战术使用的不得当的还是缺少一些变化 我觉得张继科在落点上使用的不是很很妥当 首先是他的发球落点他全发在马龙的反手位短的 其实他应该抓住马龙的正短之后来实施他的发球抢攻 好球 张继科是发了一个逆向拳掌然后反手在台内台前拉了一板 这个球机会很好然后第二板这个衔接的时候他没有弹击而是小动作给了一个直线 动作很简洁 确实今天的这个比赛是王者之战 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除了主要得分手段在正手之外呢 他们两个人的反手的杀伤力都非常强反手都有快撕快弹 哦漂亮 这个球啊是乒乓球比赛当中最好看的一个球 当对方要侧身的时候啪就是一个直线让你跑空 其实就是0.01秒你看到余光看到他想侧身啊 之后变了一个直线 现在双方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第一局打成九平 好的 漂亮 通过他们两人刚才第一局的这个比赛当中 这个反手的出手 我现在也有很多观众给我们发来 非常漂亮这个反手弹机 从正手短的过来反手再能这样弹这个质量非常高 其实你如果是反手真的特别强的话 你可以全台用反手但是你要确定你能够把这个漏洞 反手对反手这个环节是谁谁强谁硬谁有快撮 嗯 张继科也是措手不及 这都表明了就是马龙的一种心态 嗯 就是他今天胆量很大 嗯 敢于变化 嗯 其实我们看这一局啊 张继科之所以能领先就是在左半台 这个他的反手位的这个优势发挥了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马龙呢应该是 胸辩张继科的正手之后呢 掉右再压左 这个时候张继科的反手站位呢 就不是那个位置了 速度也不是那个速度 好的 掉右再压左 对这个球就有机会了 好 老錯 张继柯的技术特点 他很能够融在一起 你比如说他逆向旋转发球 发完球之后 他测过身来 用反手的进攻 这个他就比较合适 就比较顺畅 如果他不发逆向旋转 用正手发 可能他正手抢拉 就是机会会多一些 但逆向旋转之后 别人对方一控制 他反手就可以甩手 就是这个 整个线路是很顺手的 好的 马轮再拉 我觉得要退到中远台 比这种力量 可能张继柯更 更胜一些 就是更强一点 漂亮了 这个侧身 这个抢的这个点 都不是高点 是上升期的球 这么前冲 这个我觉得刘伟 今天又是一个突破 就是马龙敢于 在对拉的时候 就是越来越往前 一板比一板重 一板比一板狠 原来只是持续 大家相互撑着 多拉几板 看谁不失误 现在马龙在这一块 我觉得今天 又有一个新的 技术上的突破 对 现在比分是8比6 张继柯领先2分 逆向旋转 百短高了 所以作为马龙 现在来讲 一个是要多用正手 另外一个 在对反手的时候 他要么第一板变现 要么在相持当中 寻找机会 凶遍张继柯的正手 这是对马龙来讲 比较有效的战术 但是相对于张继柯 一定要压住马龙的 如何压住马龙的反手 这是他要做的文章 哦 漂亮 像马龙的这个球啊 一般都是说 能够碰过来 拉个高调就不错了 他下蹲了一下 还是反冲过来 今天大家看到的就是 世界最高水平的 两位选手 排名的也是 世界排名第一 第二的两名选手 冠军的争夺战 那么刚才说到 张继柯呢 以压住马龙的 这个反手为主 但是不能就单一的 这一个战术 他一旦有机会 反手的发力弹 快撕直线 也还是要起一些变化 更重要的是 他要保护住自己的这个正手 如果马龙一旦变直线的时候 对于张继柯来讲 这个正手拉斜线的这个角度 是非常重要的 力量并不重要 他一定要勾一个大脚 对这个球其实是两个人来讲 就看谁反手能够先下手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看谁先发力 反手快撕直线 对 就算是马龙正手好 但是你给他正手的球有质量 他也不可能冲你 他只能掉你 之后呢 你起到了一个牵制和扰乱的作用 牵制马龙的正手之后 他的反手才没有威胁 现在张继柯是10比8领先 你看就这个球紧紧撞 那么马龙呢 是靠这个技术的这种衔接实力 但是这两种就是风格打法 是不是就是马龙的这个衔接球比较快 速度比较快 更占有点优势 所以这一点你从这个揭发球 揭发球上面来讲 马龙正手短球的这个弥补 虽然也是特短 但是就比张继柯要好很多 张继柯非常依赖反手揭发球 所以说这一点对他衔接球上面的 这个速度就慢了很多 这个观众他说 我是乒乓迷 想知道伙手们的底板和套胶是什么品牌 其实这个我觉得根据各自的一些情况 打法 比如说你进攻性比较强 你的底板就可以硬一点 海绵的弹性再大一点 是吧 相对海绵的也要硬一点 如果你是打防守的 那就更吃球 底板软一点 这个海绵再软一点 所惧怕的 所以说从马龙的这个心理上来讲 给马龙心理来讲 造不成什么威胁 这个球张继柯如果能够抓住 当成一个转机球 因为本来马龙他已经又转为主动了 但这球擦网了 反手底线长球就已经在牵制着张继柯 反手长的他不敢侧身 之后正手短的这两个点在牵制着他 这是张继柯非常难受的揭发球位置 正短 马龙拉起来 机会来了 马龙继续 哇 哎哟 这个球赢到手了 基本上 嗯 好的 侧身能够拉直线 好球 嗯 就是张继柯在左半台 还是优势非常明显的 现在张继柯就是应该胸脖 多一些胸脖 已经0米3落后 并且他的球就是走这种凶狠不讲理的路线 但是你这个胸脖啊 一定要什么呢 要建立在就是这个正确的线路的这个前提下 你才能奏效 对 你一定要打好落点还要胸脖 这样才有用 不然的话也是没有用 其实更重要的是 你看张继柯现在发球啊 没有找到马龙的一个致命的一个一个 一个弱点 相反的马龙呢 反而在发球段上 在牵制着他 所以说张继柯现在心里想的 揭发球 我不占便宜 发球呢 我又不知道往哪发 打起相吃来 我赢的那两个球 也就是现在目前来讲 非常下风的一种一种表现 那现在有来自江西南昌手机尾号是1117的观众朋友 他说感谢他们给我们奉献如此精彩的比赛 输赢不重要 好好享受比赛的快乐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现在看乒乓球比赛 因为观众的欣赏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 对 那么更多的是看到这个精彩的比赛 能够深入人心 现在马龙和张继柯这场球 就是张继柯呢 他走凶狠路线 那么他必须呢 在前几板就要凶 他如果第一板不凶 然后老想在第二 第三第四板再凶的话 这样马龙的速度就已经出来了 马龙的这种快速衔接 也就是说让张继柯 他拔不出手来去打凶狠的一些球 有了 马龙再有 这就是看了跟上次马龙打机会球的同样的一个错误 就是退台之后一定要先打反手 打正手就会被反扑回来 这个球马龙是在台子下面有一个抖了一下 在台下做了一个假动作 我觉得很多教练都喜欢这个 在放高球的时候做一些假动作 这个难对运动员啊 就是这个步伐快 你看到是一个很大的空档和漏洞 等你打过去的时候 他这个奔跑过去的这种反扑回来的球 对心理上来讲 是一种 是一种 这个很大的这个震慑力 你就觉得不该反拉回来 为什么还能反拉回 现在有一位山东青岛 手机尾号是2120的观众 他也是张继柯的老乡 他说柯难道真的就这么恐龙症吗 纠结啊 所以我想呢张继柯和马龙在前一段时间刚刚赢过 嗯 还是有机会的 但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球路上相对相对来说 比较难受的地方 张继柯必须要在这个发球的线路上要有所调整才可以 其实杨颖就是呃 大家都是做运动员 那么你看现在这个打11分球啊 重要的你不怕对方发球的时候牵制你 重要的是你自己发球得不了分 你这个心里就就被击垮了 对吧 我今天的发抢为什么打不出来 我今天的发球不得分了 之后你指望在接发球阶段能够得分的话 这个难度系数又加大了 相持 现在马龙呢已经全面的打开了整场的局面 局数3比0 现在小分是7比2领先 3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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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这个动作会做得非常到位 反手台内拧起来之后变直线 他有一个身体往前送的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过去的球速度又增加了一些 并不是全部用手 用手其实是在大赛当中并不稳定 今天我觉得刘伟 马龙基本上发挥出了他的最好水平 最好的一个肌肉水平 确实是当打之年 也是他现在战绩非常辉煌的一个阶段 第一点他这个年龄他的速度反应都特别快 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视觉享受 像马龙呢就拿到了冠军的赛点 10比5 10比5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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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